我油門甘菌在台灣 大概一半的人有 一半 真的嗎 Kiss都有時候 有時候會把這個口水 會忽然傳過去 所以一半的人有 第二個 如果你的家裡有 先生有 太太有機會是七成 因為親密接觸嘛 小孩有機會是三成 因為共食共餐 油門甘菌會造成什麼 一開始是沒症狀 後來會胃炎 胃潰癢 胃癌 都是它的一個重要的因子 還覺得會貧血 如果你有油門甘菌 你的胃潰癢會變多 油門甘菌一定就是不好的細菌 就是要殺掉 對 除了畢竟 一定要做的對不對 只要把油門甘菌殺掉之後 其實台灣真的未來沒有那麼多 油門甘菌抗生素治療 有七天的 有十天的 甚至十四天的 可以達到95%以上的成功率 這麼高 對 這是台灣很多的 前輩們發展出來的 的確追求林志玲的機率很高 所以不要害怕 如果你有油門甘菌 直接就治療了 甚至把你的家人拉過來 一起治療好 你就不會互相傳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詩偉 歡迎收看十晚愛健康的節目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有關於胃痛 邀請到的醫師 應該是全台灣最常講 胃食道逆流題目的醫師了 我們來歡迎吳文傑醫師 醫師你好 師傅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剛剛私底下問醫生說 醫生你的工作節奏這麼的忙 而且你常常要台北跟 名服務的地方 圓林 圓林 圓森醫院 圓森醫院 那邊有個專門的 胃食道逆流中心 這是台灣首創的吧對不對 對 請問有很多人呢 他去做健康檢查 發現自己有胃幽門感菌 那奇怪啦 我胃也不痛啊 那我要去積極治療嗎 那又有人說胃幽門感菌 會不會引起胃癌呢 這點你怎麼看 地表上我認為胃幽門感菌 在台灣大概一半的人有 一半 真的嗎 你我直接就有一個有 也直接有一個有了 對 有時候會把口水會忽然傳過去 所以一半的人有 第二個如果你的家裡有 先生有 太太有機會是七成 因為親密接觸嘛 小孩有機會是三成 因為共食共餐 這樣有的話你會互相傳染 那這樣子其實建議 為什麼有什麼很重要 是因為他幽門感菌會造成什麼 一開始是沒症狀 後來會胃炎 胃潰瘍 胃癌 都是他的一個重要的因子 還有一些人會貧血 確定已經貧血 那有些甚至是維生素B 還會缺乏 那其實蠻多 蠻多重要的疾病 都跟幽門感菌有關 這第三個事情就是 他很好治療 現在台灣的醫療 其實對幽門感菌治療 是非常的好 我好像有很多的藥物 其實是 都是特別針對 幽門感菌抗生素治療 有七天的 有十天的 甚至十四天的 可以達到95%以上的成功率 這麼高 對 這是台灣很多的前輩們 發展出來的 必須追求林志玲的機率 所以不要害怕 如果你有幽門感菌 直接就治療了 甚至把你的家人 拉過來一起治療好 你就不會互相傳染 過去有說 幽門感菌治療好之後 胃食道尼爾反而變多了 但是其實 胃食道尼爾可能是 跟胃的胃酸有關 但是胃食道尼爾變多 總比胃癌變多好 如果你不殺菌的話 你的胃癌會這樣上升 你老的時候 如果你吃什麼心臟科的 阿斯匹林 抗靈血劑 止痛藥 如果你有幽門感菌 你的胃困難會變多 所以我還是建議 幽門感菌一定就是不好的細菌 就是要殺掉 OK 不管你有沒有症狀 只要你偵測到 你有胃幽門感菌 醫生都建議積極治療 對 除了必盡 一定要做的對不對 醫生最後一題很重要 一定要問你了 每次都最後一題 在亞洲地區喔 當然胃癌比較多的 可能是像日本 比如說我們很熟悉的 王貞智先生 他就是胃癌嘛對不對 那但是有時候 當我們胃痛 我們一吃藥 我們就好了 那我怎麼樣分辨說 到底我是真的胃癌發作 還是我只是普通的胃痛 他有辦法 可以在臨床症狀分辨嗎 還是這其實就是要做胃鏡 一目了然 一絕生死 癌症的重點就是在於 早期診斷 早期診斷的話 通常就是早期癌是沒有症狀 所以你很難在早期的 轉動胃癌沒有症狀 當你會覺得不舒服 譬如說你常常就覺得 很快就覺得飽 吃不多 體重下降 貧血 持續性的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做檢查 因為這樣子都有可能是 胃癌的一個比較晚期的表現 所以如果您希望在早期就發現 建議在平常時 就建議要做個胃鏡檢查 所以我還是推薦每個病 每個民眾其實在做健康檢查 實際上是要蠻積極的 尤其是胃鏡 做健康檢查 胃有問題馬上治療 才會到後面 就不會變胃癌了 好 那有人說是日本人呢 愛吃醃漬的食物 那你自己呢 腸胃科醫師吃醃漬的食物嗎 你怎麼看待 我們的鄰國日本 胃癌比較多這件事情 對他們過去用門感劇嘛 醃漬的食物燒烤 那台灣其實沒有那麼多胃癌 沒有那麼多胃癌 原因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其實就像西化 其實很少再吃醃漬食物了 所以我們只要把油門感劇 殺掉之後 其實台灣真的胃癌的沒有那麼多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有抽菸 小心喔抽菸的病人也是會喔 所以你要趕快把菸戒掉 胃癌的風險也會下降喔 OK 好 請問呢胃食道逆流 如果久了之後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一直是往上嘛 醫師說你的名言就是 胃食道逆流呢 不是胃酸過多 而是胃酸跑錯的方向 向上涌嘛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當我一直反覆的胃食道逆流 我會不會容易得到食道癌 答案是會的 所以胃酸是一直腐蝕 我們這個噴門口 甚至食道上端 整段都腐蝕掉 他會開始潔疤發炎 潔疤發炎之後就會擺成癌變 那這種癌變叫做食道的腺癌 腺癌 那我們當然知道 大部分都是醃酒 檳榔 造成的食道的零狀上鼻癌 這種胃食道逆流的腺癌 可能大概佔了大概兩三層 不是常見 這是兩三層 所以如果你沒有治療 他可能會從食道 胃食道發炎 巴瑞特食道病變 食道腺癌四部曲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在食道腻癌的部分 就先症狀治療了 他就不會變到發炎 假設你現在發炎了 你這樣好好的吃藥 回復 他就不會變巴瑞特食道 假設你變巴瑞特食道 因為巴瑞特食道 它是一個食道的變性 永久的 它不會回來 不會變回來之後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可以 就類似近的治療 把這個皮質給消掉 清除掉 也就不會變食道癌 假設你巴瑞特食道 你都不管它 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長 你的食道癌的風險就會上升很多 重點是巴瑞特食道 健保是給付治療的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可以用健保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治療得好 你就不會變食道癌 你真的很強 我沒有任何腸胃的問題 問不倒你的 太強了 好 在今天節目當中 也非常謝謝文文杰醫師 謝謝醫師 謝謝 謝謝 拜拜 吃粥跟吃吐司 有真的對胃比較好嗎 吃粥會啊 吃粥就是緩解 對消化比較好 胃的消化吸收會比較好 可是它不是泛水分離嗎 所以它不算是湯湯水水 如果你是胃病的話 基本上你湯湯水是OK的 它很不舒服嘛 它就吃稀飯吃粥是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胃食道癌瘤 你就要吃稠一點的粥 就不要太多湯水 所以胃食道癌有病人 他胃食道癌有病人 他病人說一定要吃粥啦 因為胃食道癌有病人 其實就是剛剛講說 飯水分離 飯水分離 但是如果你是胃不好的人 吃粥是OK的 對 如果你是胃炎 胃開刀 胃潰瘍等等 胃出血吃粥是非常好的 OK 好 醫生那 那請問台灣會有所謂 治不好的胃食道癌瘤嗎 還是其實只是你沒有徹底的 去貫徹那一些生活準則而已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治得好的 對不對 對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 你的胃食道癌瘤的症狀 是不是真的胃食道癌瘤 這是第一個 很多人都不是 第二個你的生活飲食症狀 生活飲食是不是有沒有控制的好 如果你都控制好了 提醒也都不錯了 你還內流 就是第三個 就是你的結構改變了 那結構改變 你就要思考說如何去應對它開刀 或說手術治療 去讓它恢復正常 這樣就可以治療 根治胃食道癌瘤 好的 我們感謝胃食道癌瘤 專家吳文杰醫師 謝謝 拜拜 拜拜 Tune me